中国去年的研发支出达到创纪录的2.79万亿元人民币 比2020年增长了14%以上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发布数据时说 由于疫情的干扰 中国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财政支持在2020年有所下降 尽管企业保持了10%的研发支出增长率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张启龙表示 2021年政府对基础科学的投资增加了15%以上 这表明中国对创新突破的支持又回到了快车道上 在周三发表的一份报告中 张启龙表示 获得最大支持的领域包括太空探索、核物理、量子科学和生物工程 据他说 政府计划推出新的政策 进一步刺激社会的整体研发水平 这是因为 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 我国的研发投入在规模、结构和效率方面仍然不足 2019年 美国政府、企业和大学的研发支出总额为6670亿美元 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%以上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全球研发强度排名中位居第九 中国排在第14位 同年的相应支出为3460亿美元 去年 中国的排名中上升了两位 达到了第12位 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.44% 创下新高 张启龙说 中国政府将主要关注补贴和税收优惠 以促进研发支出 他说 对国家总研发支出 贡献超过70%的中国公司 将享受税收减免和政府对研究活动的直接补贴 去年发表在国内同行评议的 《商业与经济》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 政府补贴诱发的中国上市公司的研发投资 是其6倍以上 然而主要作者还发现 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将导致其投资随政策变化而大幅波动 现在关注编辑实验室 与全球最新的财经信息保持同步